四万分和十个得分王哪一个更难达到 最近好多兄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个认为这两项成就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成就 也很有可能是后人无法去打破的成就 这两项成就虽然都同处于得分的领域 但其实那意义并不相同 十个得分王给你的感觉可能更多的是代表一个高度 四万分给你代表的是一个长度 这是长与高的一个对比 其实不能做到一个直解的对比 但是既然大家聊到了这个问题 咱就简单的来聊聊这个事情 首先我表明我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四万分是最难的 为什么说四万分更难达到呢 我简单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一个球员需要打21个赛季 在这个21个赛季里边 每年平均必须达到71场比赛 并且场均得分这21年场均27.1分 换算过来 每个赛季最少要达到1920分的一个得分 需要一个预论 需要超长的职业生涯 以及超强的巅峰能力 才能做到这样一个统计 你可想而知这项成绩有多难去达成 有好多人说明道说 东西齐可能会打破这项记录 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资料 东西齐近四年的得分 其实按照我刚才说那个平均水准已经差了700多分 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4万分是需要一个硬性标准的 就是平均你每年必须达到1920 按照这个标准 东西齐目前应该能达到7680分才算合格 但是他目前是6962分 已经差了718分 也就是说在东西未来的生涯里边 还得把这700多分抹平 而且每年还得做到1920分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东西齐强打破 其实也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然后咱再说 为什么我认为4万分比10个得分王要更加难得呢 刚才咱提到他的难点 为什么更难 首先10个得分王这个东西吧 他其实是有刷的可能的 当然敲单这10个得分王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重的 其中有6个得分王是在总冠军年份拿的 他跟别人不相同 但不代表说得分王并不能刷 建议大家都了解过NBA历史第一大刷的张伯伦 张大帅曾经连续7个赛季拿到得分王 后来改变了个人的打法调整 才没去争取得分王 据当时的记载 说张伯伦如果想拿10个都打不住 如果他继续刷下去 不为了冠军的刷下去 他是可以突破10个 并且我还有一个补充的观点 就是说詹姆斯生涯到目前为止 场均27.1分 每年几乎都是一个接近得分王的一个水准 生涯打到目前为止 其中有11个赛季是得分王前三 并且有5个赛季是30分 接近30分超过30分的水准 但是他只拿到了一个得分王 包括今年大家都看见了 虽然不是得分王 但跟得分王只差那么一奈奈的一个差距 得分王是荣誉不佳 但是有很多时候老瞻跟得分王之间的差距 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一个差距 我相信我这两个观点 大家应该都已经听明白了 得分王这个东西 首先他是可以刷的 乔老爷子做到了得分王和夺冠的通知 不代表着别人得分王不可以刷 第二点 老瞻没有拿到得分王 但是接近得分王虽然没有这项荣誉 但是得分水平 在当赛季的得分水准 几乎就是接近于得分王的水准 所以说你说哪个更难 我个人觉得这个长度才是最难的 整整21年的巅峰啊 兄弟 你必须保证超高的出取率 加上巅峰的状态 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表现 并且他还不是一个得分手 当然现在老瞻还没有达到4万分 当老瞻达到4万分的那一刻 我觉得这些容易真的是无法去形容 联盟顶级得分手的杜兰特 到目前为止不过才25000分 以单打助成的瓜哥 争战了这么多年 也不过28000多分 詹姆斯现在已经37000多了 下个赛季不出意外的 请问家是可以登顶历史得分王 需要两个赛季的时间 就可以突破4万 哪个更难 你们去评论区再讨论一下 就说这么多 晚上9点直播 最后呢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